這個燈呢 幼嵐指LT28 40W 那麼BOSS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是先講缺點啦 那有些人被我講完之後 通常不買比較多 但是通常都會回來不擔心 誠實為喪啦 那這個燈有一個特色 就是這個有一個散熱風罩 這個散熱孔是一定要這樣裝 你不這樣裝 你就是這樣塞住之後 15分鐘它就會進入保護狀態 就會...就會什麼 就會shut down 那麼很多人以為是故障 其實不是 那另外打開之後呢 很多人也都以為故障 其實它進入的是效果 它的效果是這樣的 很多人就是按到之後 回去開之後 老闆那燈是壞掉的 它會一直閃爍 不是這個意思啊 這個叫做它的特效 它的特效有狗仔 有壞掉的燈泡 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在裡面 再按一下 那麼就變成什麼 這個叫做... CCT 那CCT進入之後 就是我們最常用的雙色溫狀態 來...關燈 黃光 千萬不要打黃光 黃光給白人打就好了 我們黃種人打什麼 打白光 一白他媽只要牽扯啊 你懂嗎 好...那個本草綱目都有記載 你們都沒有讀書啊 那再來...我們再把這個裝上去 這個叫做快拆 來...齁... 我剛剛糊爛的啦 你們不要去驗證喔 本草真的有記載你拿過來 媽媽送你燈喔 好啦...看這裡 這個光呢...幾種用法 扣下去... 小度自由調 高度呢... 兩百多公分的 哇靠... 不好意思...我一百八 再來就是這個 要驗證幾件事情 髮光能不能用 髮光 勾邊 OK的 面光當然也OK 所以呢...正面一支 就是單純的 單支使用 單支使用的部分 注意記得喔 各位這單支使用 集中使用方式 集中情境 單支 好...這個是單支 單燈使用呢... 處理的是眼鏡 眼鏡要這邊喔...這個位置 往上提1.5公分 有沒有看到...不見了...不見了... 那不聽我的... 就是會有反光現象 會有反光現象 好...這個是...正面 那另外一個... 平光...平視角的一個打法 就是我們把光線呢... 拉在這個位置 好...正面 這裡出一個問題了 戴眼鏡的人 這個只是... 戴眼鏡的人 就會有這種... 很多的眼鏡反光 背backlight 髮光勾邊 正面一支 你有多幾支 效果都可以出得來 再來就是... 當你如果說 已經有...面光了齁... 在這邊下面... 再...看看這個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裡...我們看到... 下面... 脖子...影子... 還有... 法律紋... 好...我們把它削掉喔... 削掉...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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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子這邊的黑... 就少很多了 法律紋... 也變薄了 這個就是... 由下往上... 稍微做補光的一個效果 你可以薄到不穿幫 讓自己的棉容較好 當然這其實是有點過量的 跟上面那支比有點過量 那就距離稍微遠一點點 或者再降一些些 好...再來就是這支燈的好妙用齁 用手提直接打 另外呢...我們又用吊的 吊高高來打 這支燈跟這支腳 可以說是... MG要堵到拌撈的 好...我們可以這樣打頂光 好...就又不穿幫了 那這支腳呢... 還有汽車裡面要幹嘛呢 我故意不... 不接麥克風收音啦...這一次 是要讓你們知道 不接麥克風的下場 就是不...優... 就是不好 那這個平常我們擺在哪裡 擺在車子裡頭 那遇到棒球隊 路上總會難免遇到棒球隊 升出來之後 棒球隊原本是要跟你起衝突的 這支升出來之後 棒球隊開始跟你用聊天的 它的有沒有這個東西差很多啊 所以我很多的家長啦 他們有開車的人 都一定會買一支這個腳架 來保護他的家人啦 不是要跟人家起衝突啦 欸 原本是要互歐的 他媽有了這一支之後 變得互相溝通了 是一個很好的溝通工具 謝謝大家 掰掰